车辆监视器清楚拍下 大半夜路旁身形高大的男子 对着叫矮小的人用力挥舞拳头 打到摔倒在地还不罢手 被打到双手抱头不停喊救命 大街上怎么会突然上点拳舞行 时间要到回当天晚上 11月27号晚间 路旁两名驻韩美军 在南韩首尔离泰院附近 拦下一辆计程车 其中一人上车后 却是司机噩梦的开始 酒醉的美军途中莫名其妙 开了四次车门 抵达目的地后信用卡还刷不过 只好到附近便利商店领钱 这时却突然对司机开始拳打脚踢 一场混战后 驻韩美军随即扬长而去 警方结获报案 发现遗留在车上的身份证 确认他就是城南市的 驻韩美军士兵 目前警方还在和驻韩美军 协调传唤当事人道案说明 但美军喝酒闹事 已经是南韩头痛问题 今年三月也有美军酒驾 突然左转撞上计程车 却肇事逃逸 司机逮到肇事美军后 双方起了口角扭打成一团 同样登上新闻版面 该是南韩最佳盟友的美军 却屡次自毁形象 让人看了只摇头 三里新闻是张伯导 三里新闻